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三星、英特尔,这三大先进晶片制程巨头厂商,各自的2022年第四季度和全年财报陆续出炉,在半导体市场下行之时,他们的代工业务各有看透。 台积电依然稳坐龙头宝座,尽管三星和英特尔总体营收表现欠佳,但代工业务亦可圈可点。 台积电2022年营收创下751亿美元的记录,同比增长42.6%,而利润增长于70%,同样创历史新高。 据财报数字,其第四季度5奈米出货量占晶圆总收入的32%,7奈米占22%。 值得一提的是,从制程工艺来看,第四季度,台积电5奈米和7奈米合计收入占比过半达到54%, 其中,5奈米占总晶圆收入的32%,7奈米占22%。 相较2021财年,台积电2022财年5奈米收入占比进一步上升,从19%增至26%,7奈米收入占比则下降4个百分点。 三星也2022年第四季度财报同样出炉,尽管受多重因素影响利润暴跌90%以上, 但在代工方面,上季和2022年全年营收却创新高,据悉其营业利润率已超10%。 这一数字反映了其先进制程产能的扩大。 据知情人士透露,三星主要晶圆代工节点为90奈米节点以上, 以及28奈米至300奈米,其全年8奈米以下营收占总营收的六成。 尽管英特尔2022年第四季度和全年营收大幅下挫, 但自转型代工业务以来,代工业务在稳步推进。 2022年其代工服务同比增长14%, 第四季度营收为3.19亿美元,同比增长30%。 但要指出的是,其第四季度运营亏损为3100万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运营利润为300万美元。 这也表明英特尔在代工投资、运营、市场方面均加大了资本支出力度。 特别是在客户层面,英特尔的进展较快, 据传包括联发科在英特尔三工艺生命周期内下单40亿美元, 以与全球规模前10的晶圆代工客户中的7家进行了合作, 并从一家主要的云边缘和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提供商, 获得了英特尔三工艺顶单。 虽然2022年三大巨头的代工业务表现显现出与半导体下行阶段的逆周期现象, 但由于消费电子、市场前景疲软,以及库存消化反映到代工的滞后性, 2023年三大巨头的代工表现或将遭受重压。 目前,产业共识室代工产能利用率的回升将从第二季度开始, 真正回到接近满载的产能利用率要到下半年甚至是年底。 因而,2023年第一季度产能利用率或探底。 有预计称,2023年第一季度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将下降至2022年水平的75%左右。 台积电方面最早率先承认, 受半导体产业持续调整库存及季节性淡季的双重影响。 2023年第一季度应售为167亿至175亿美元, 将同比下降12.2%至16.2%。 毛利率也因产能利用率及3奈米初期折旧提升, 预计下降到53.5%至55.5%。 近期台积电鼓励员工的带薪休假, 弹性上班的调整即可建台积电的预寒之策。 Izaya Research指出, 这主要是整体市场已不似前两年产能供不应求, 同时台积电也希望员工达到work-life balance。 虽然营收有所下调, 但台积电的实力依旧强劲, 不会放缓先进节点的扩张, 且布局全球和中长期毛利率53%目标均保持不变, 端的是底气十足。 对于三星来说, 时间窗口很关键。 业内人士透露, 三星在扩展代工业务的主要障碍是缺乏嫡系, 即具备一定实力的设计服务公司和IP构建的生态, 这还需要加快部署。 尽管压力重重, 但在4奈米3奈米工艺的加持, 有业内人士预测, 三星2023年晶圆代工销售额将与2022年持平, 晶圆代工营业利润可进一步增长。 在2023年的代工市场中, 三奈米的争夺显然是起主战场之一, 而作战力集中于粮率、价格、客户等的比拼。 之前有诟病说三星三奈米粮率太低, 但近期三星透露, 通过采用透光率超过90%的最新UV薄膜Pellico, 现已完全修正工艺缺陷, 三奈米晶片上的粮品率目前处于完美水平, 大幅提高了三奈米晶片的产量, 并已经着手于研发第二代三奈米工艺。 在价格方面, 台积电三奈米的高价强势或将有所收敛。 据业内消息人士透露, 苹果、高通、联发科、 徽达、AMD等客户, 均认为其三奈米的报价太高, 台积电也准备降低三奈米价格, 围绕客户的争夺也更趋激烈。 据行业人士指出, 三星目前三奈米的外包客户是矿机厂商, 此外还锁定了IBM、 徽达、高通及百度。 综合来看, 2023年台积电三奈米产能跟客户数量还是多于三星, 年底有机会开出每月5万至6万片的产能, 逼用率也接近满载, 主要受惠于苹果与高效能运算HPC相关客户, 而高通今年底在台积电300米也会有新的产品TAPOUT。 高通跟三星目前也有在洽谈合作, 但因为三星产能及良率情况仍有变数。 反观英特尔, 自转型IDM2.0建立晶圆自家代工业务IFS以来, 其想要在行业打造具备领先节点, 具有竞争力的全能代工优势, 仍需要时间的证明。 特别是在先进工艺节点方面, 英特尔需要抓紧时间点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挤压高在晶圆代工市场可行不通。 且据德国商报Handos Black近日引述官方知情人士报道称, 为吸引英特尔在德国设厂, 德国政府原本计划提供68亿欧元的补贴, 不过英特尔以能源和建厂成本增加为由, 要求德国将补贴加码到近100亿欧元。 尽管英特尔发言人不愿证实这个消息, 但指出电价已涨到每度40欧分, 相当于一年前的4.5倍, 建厂成本也显著增加。 他表示, 英特尔已在德国采用的更先进设备将抬高生产成本。 报道称, 德国政府已将68亿欧元的补贴跌入预算, 认为英特尔高估电费支出, 对英特尔的动作感到不满。 德国官员指出, 英特尔要求补贴加码显然与生产设备造价高昂有关, 研派英特尔将使用爱森网尔最新的高速直孔镜及磁外光 High-End AEUV曝光机生产, 这款下一代设备预计2025年起交货。 不过, 德国官员强调, 招揽英特尔设厂是既定政策, 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排除障碍。 2022年3月, 英特尔宣布将投资约330亿欧元, 在德国McDaburg建造两个新工厂, 计划将于2023年上半年开始施工, 生产将于2027年上线, 将尝试生产2奈米以下的晶片。 预计这项投资将在建设过程中创造7000个建筑工作岗位, 并创造3000个长期工作岗位。 去年12月, 据路透社引述德国媒体Folkstam报道称, 由于建厂成本上涨及补贴问题, 英特尔在德国McDaburg建厂的计划出现变数, 无法如期在2023年上半年动工。 由此可见, 英特尔设厂的前提是获得足够的补贴, 但由于补贴暂时谈不拢, 加上欧盟欧洲晶片法案尚未正式立法, 放行让德国补贴, 外界研判英特尔在德国的新厂明年才可能动土。 英特尔如此浪费自身的宝贵时间对于台积电而言, 无疑又是一个利好。 眼下对英特尔来说, 能否在2023年下半年真正量产, 其次认为相当于台积电4nm工艺的Intel 4工艺, 以及在体系层面塑造代工文化, 在生态层面加快补足短板等军事挑战。 尽管英特尔仍在努力转型, 但其晶片代工业务真正记录加态, 仍要经历数年的历练。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